美丢师两名战俘,被叙利亚得到,导弹重要信息被俄罗斯掌握。 据《环球王》5月30日消息,俄卫星王5月29日称,俄罗斯无线电电子技术集团第一副总经理的顾问弗拉基姆尔·米克耶夫表示,根据对美国战俘导弹研究时获取的信息,俄方将建立新型电子战系统。 战俘导弹是美国的王牌导弹之一,在4月份的时候,美、英法联合对叙利亚进行了导弹袭击,但是在战争中,美国的两枚战俘导弹没有爆炸,落在叙利亚境内,叙利亚由此得到了这两枚美国丢失的王牌导弹,然后转交给了俄罗斯。 俄罗斯拿到战俘导弹后,十分感兴趣,有关专家认为,对战俘导弹的研究可以弄清楚机通信、信息传输和控制、导航和定位渠道等内部机密。 这些机密信息不仅对于俄罗斯自己的新武器研制有莫大的好处,还会对其了解并打击美国武器有无可忽视的作用。 战俘导弹是美国一款十分成熟的导弹,基本在每一次的对外军事行动中都会使用,这也充分说明了美军对它的偏爱。 战俘导弹 战俘导弹 目前,俄罗斯方面声称,他们已经掌握了这种导弹的部分技术,比如用什么波段去控制,导航和定位的相关信息等。 运用这些技术去帮助俄罗斯获得能更好对抗美国导弹的新型武器,对俄军来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 不过,美国战俘导弹虽然厉害,但因为出现的时间较早,所以相应的防御武器的研发也进行的比较早。 这样一来,战俘导弹的威胁也就并没有那么大了,丢失的导弹本身影响力也十分有限。 然而,导弹机密信息是否会暴露更多有关美军作战体系的内容,或许就只有美军自己和俄罗斯才能知道了。